衛冕軍擔佛驚快 這開季沒有多久就喘出二號 藍劍俠 因為右腿拉傷 將會缺席一段時間 並且根據總教練 Michael Marlon 所說 這傷勢並不是休息一兩場 就能夠重返賽場 開季至今能夠繳出場均十六點三分 七點四助攻的主力之一 歸其未定的情況之下 驚快一個Nikola Jogic 表示並不擔心團隊戰力會受到影響 多點開花的精快 開季至今團隊場均三十 得八次助攻在聯盟排行第二 而傳真迎線的重要功臣 當然是小丑Yokic 這場面對醍醐的比賽 在攪出三十五分 十四籃板十二助攻的大三元成績單 生涯累計一百零八次超車 沾黃LeBron James 獨居市場第四 同時更順利盡快一百三十四比一百 一十六力退啼湖 奪下開季主場的五連勝 而比賽當中還有騎兵殺出 就是今年的新秀Julian Straller 單場砍進五顆三分球 攻下二十一分生涯代表作 談到能夠跟自家一哥合作 則是感到相當安心 今天有三雙成績的除了有金塊小丑 還有邁阿密熱火的Ben Adebayo 在這場面對胡人的比賽 攪出二十二分 二十籃板十助攻的大三元成績 順利球隊一分之差 捍衛主場 而至於輸球的胡人 盡管LeBron James三場獨攬了三十分 鄉村慢霸奧斯汀 還攪出二十三分 十籃板九助攻的准大三元成績單 之中還是反撲未果 失望苦臀敗仗之外 以每個Anthony Devis 再度因為傷勢影響到上場時間 全場景貢獻了九分六籃板四助攻 接下來是否能夠健康除散 又或是要再次上演打打停停的噩夢 還需要時間觀察